不說你不知道 仙界也有師徒志 王母娘娘 姚癡雞母跟九天女 它就是一種師徒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寶生大帝 跟這個飛天大聖 這也是一種師徒的關係 台灣母娘信仰 從一間茅草屋開始 我們民國三十八年 六月十三年 我們母娘降機的時候 就是紀念比這裡 因為這個紀念比以前是一個茅草屋 我們以前早期就有關落印 關落印的當中 旁邊有一個大大樓 它叫做蘇聯東 換它開口 它開口的時候就說 我來天上王母娘娘 天上王母娘娘就是 它就降機在蘇聯東的城區 蘇聯東是外省的 它怎麼可以說台語 它要說台語這麼厲害 超神秘 九天旋女唯一指定降落地點 我們為什麼不會想說開路 讓車子方便開上去 因為我們有跟九天旋女 寶貝過了 他說不行 寶貝不會 是它要讓這些信眾 尚氣求鮮水 要有誠意 寶生大地有土地 它是何方神聖 我們天地宮 學生的祖神是飛天大神 它升天造神之後 大家穿給它叫做聖者 寶生大地 它是父親看病的 我們聖者 它是父親超友的 飛天大聖成神的過程 有多傳奇 為什麼一神寶生大地 會受它為徒 另一對師徒黨 王母娘娘和九天旋女 背後又有多少 不可思議的故事 仙界師徒黨的傳奇 一次告訴您 台灣宗教文化百家真名 受到人們崇敬的神名 有很多 但你可知道 在神奇的仙界 存在著不少師徒關係 許多我們熟知的神名 原來各有他們的仙界老師呢 這個不是在明年信仰而已 是說道教的傳統裡面 就有這種 神仙界的這種師徒關係 包括我們這個 宣源皇帝 他也有老師 廣成子 那這個引禧真人的老師 是太上道主 這個從以前 就有這種師徒傳授 然後讓這個仙法或仙術 可以繼續流傳的這種做法 所以這種東西 到明年信仰來以後 明年信仰也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神仙界也有這種 所謂的師徒傳授 然後傳承道法 或傳承法術的這種狀況存在 譬如說這個王母娘娘 也要吃雞母跟九天旋女 他就是一種師徒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保身大帝跟 這個飛天大聖 這也是一種師徒的關係 不只如此 台灣民眾最熟悉的兩大女神 觀世音菩薩和媽祖 其實也可以說是師徒關係呢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這個天上聖母 她是觀世音菩薩的一個化神 那觀世音菩薩也來教天上聖母 一些法術跟知識 所以她也可以算是 一種師徒上的關聯 這就是台灣明年信仰 跟受到道教 或者是說整個中國人這種 師者所以傳道說也解惑也 這種觀點去產生出來 一種信仰模式 原來遵師重道的概念 不單只存在於人間 而這些仙界的師徒黨 當初是為什麼會位列先班 後來發展出師徒關係的呢 專家所提到的 第一對仙界師徒黨 王母娘娘和九天旋女 成為了師徒的過程 又有多傳奇 我們決定先到 台灣母娘信仰的 發源地花蓮 去找找答案 我們天上王母娘娘本宮 花蓮聖安宮 我們這裡佔地有6500坪 也就是王母娘娘的祖廟 我們現在婚禮出席外面的 將近有三萬尊的王母娘娘 幾乎包括全世界都有了 只要有花人的地方 就有人拜母娘 王母娘娘它是在 五千年前就存在 它的神格是屬於五幾 因為它不是人的神話 它在五千年前就是神 她的御前大將就是九天賢寧 她就是派九天賢寧 教導皇帝兵法打敗祠儀 才有現在我們的 冤枉子孫這樣 民間傳說裡 王母娘娘是五千年前 就存在的神奇 有信眾也稱她為母娘 在歷代古書或是史記資料裡 不時可見關於母娘的圖像或是文字 不過主委卻告訴我們 這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女神信仰 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時間 卻是七十年 這是為什麼呢 在民國三十八年的六月十三號 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的石碑那邊 他們以前是一個茅草屋 在這之前我們台灣沒有人信仰 王母娘娘 三十八年的六月十三號過後 我們全台灣還開始有人家信仰 當然我們這個是王母娘娘的祖廟 也是花園地 紀念碑就是在我們廟裡 大家也知道紀念碑不是隨便可以立的 我們西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我再給你們介紹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走好不好 這個高高促立的紀念碑 就是主委所說出現不可思議神蹟的地點 究竟當時發生的什麼事 讓台灣的王母娘娘信仰就此開始 我們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三 我們沒有任何紀念碑就是在紀念碑這裡 因為這個紀念碑以前是一個茅草屋 這個茅草屋來說 事實上三十八年的時間七十幾年前 這裡幾乎都是人緣稀少 是一個端子而已 三棋 剛才我們這裡有這個茅草屋 這個茅草屋是我們以前的議長 他避防空的收開處 就防空避難處就對了 到尾巴就沒有空死亡了 到尾巴就二十四世都過去了 沒有空死亡的時候 他就把這間茅草屋做給一個賣菜 兩人阿母 那他們兩人阿母 我現在在說的是 這是事實也是一個故事 這兩人阿母是他們公子過往 他們公子過往 他們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的時候 他就想說 我們法蓮這裡 我們法蓮以前 早期就有這個關落印 關落印 他說我來關一個錄印 來看我們人在另外一個世界 過得好或壞了 他就怕他有食材的一個法師 這個法師就開始來關落印 我們在關落印的時候 我們家的家族 他們這個人家都有食材 他也很好奇 大家都要來看 有很多人會來看要關落印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哇 這樣在關關關 再去六點 這個人還沒剪 還沒剪起來 他就覺得法師也怕到 你知道嗎 他怕說不會出生命還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一直 一直洗洗臉 那廣中沒有剪起來 等到六點半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 大大廚的 他叫做蘇立東 他也在看他關落他 換他開口 天上王母牛年就是 降機在蘇立東的生活 蘇立東是外省的 他怎麼可以說台語 他要說台語很奇怪 他開口的時候就說 我來天上王母牛年 我來自奉妹 分由經過 受到青鄉在上縮小 特別要下降 下來這裡 感覺福地遊園 買到這裡做美一段四日 最後這句最重要 請大家不用怕 大家比較怕得到 都幾歲 公母娘娘 這樣 這是民國 那個三十八年六月十三 一句台語都不會說的 外省人蘇立東 竟然開口說了異常穿的台語 並且清楚告訴眾人 降價在蘇立東身上的神明 正是王母娘娘 這座聖基紀念碑 就是當時茅草屋的所在地 後來因為年久失修倒塌 於是廟方又再仿造了一座茅草屋 供信眾參觀懷念 傳說後來 母娘又透過了機身降價了幾次 當地民眾便開辦了聖化堂 以降鸾伏接的方式 為信眾指點迷津 聖化堂也可以說是聖安宮的前身 隨著母娘的靈驗事蹟不斷 信眾日益增加 聖安宮規模也從一開始的平房小廟 逐步改建為佔地6500坪的華麗廟宇 廟體採用台灣少見的 北方宮殿式建築工法 當時建廟時的基裝 廟方仍然悉心地保留至今 廟地中央為八卦樓 後方為大碑樓 左右兩側還有龍廳 鳳閣以及開山堂 聖安宮不只建築富麗堂皇 供奉的神尊也相當地多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紅毛娘的租店 或是我們的八卦店 這個八卦店要看 我們最後面那時候就是我們的 定點母娘 那時候定點母娘 我們平常是不出門的 完全不會出門的 這幾十年來 我在這裡四十幾年 我們正店母娘從來不出門 然後前面 前面就是我們的八卦母娘 她拿了八卦 八卦母娘她就是 我們繞進什麼 要去收園 她會出門 然後中間有三尊 一個地母娘娘 一尊黃母娘娘 最旁邊這一尊就是九天賢女 走在處處充滿奇妙故事的 聖安宮 就好像進行了一趟母娘文化巡禮 不過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我們來了這麼久 好像還沒有見到聖安宮 最早的開機神尊 組委告訴我們 這全台灣第一尊的 王母娘娘神尊 就在聖安宮的至高點 也就是八卦樓頂端的三寶店 你們聽過人說過一句話 無數不定三寶店 所以說我們三寶店 到現在為止 我們不開放 我們不開放 當然我們有開機母娘的圖騰 她的廟像 在我們茅草屋裡面 三寶湖這邊 就是沒事 就不讓人家進去 平時信眾只能隔著這道門 參拜開機母娘 在徵得廟方同意後 百廟團隊 特地進入了三寶店 來進行拍攝 這一尊小巧精緻的母娘神尊 就是全台灣第一尊的 王母娘娘 而台灣的王母娘娘信仰 可以說就是從她開始的 平時不開放的三寶店 裡頭的寶物還不止一樣 我們的三寶店裡面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開機母娘 它很小的 這尊最大的開機母娘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一些有令旗 有七千鹹 還有那個印 冠印 當然這裡面還有很多神尊 神尊這個就是我們母娘 要婚臨出去的神尊 他們開關完畢 也是請來最高殿堂這裡 讓人家求 七十年前母娘的降臨 讓吉安鄉成為了台灣 母娘信仰的發源地 而傳說中 她的徒弟九天玄女 則是選擇在苗栗一處 叫做仙山的地方寫神蹟 仙山在哪 九天玄女在這裡 又發生了哪些 不可思議的事情呢 爺爺 你好 請問你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仙山上面 聽說有一座廟是不是 是啊 有仙水 上面有仙水可以求 是 仙水 往哪邊走 往這裡 那個方向是不是 對 這種方向 向公所那邊上 好 妳好 謝謝喔 謝謝 謝謝 好 大姐 妳好 我想請問一下 聽說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仙山 上面有一座廟是不是 對 對 這是那個九天玄女 要爬六百多階的那個樓梯 爬六百多階的樓梯才能到 對 才可以到 什麼 有沒有清楚啊 想到這間 供奉九天玄女的廟 竟然要爬六百多個階梯 才能夠到達 謝謝啊 前一位暴露的阿公 還告訴我們 仙山上頭有仙水可以求 聽起來實在是蠻神秘的耶 照著阿公指引的路線 採訪車朝仙山開去 卻在登山口看到這個牌樓 這牌樓一邊寫著邪林宮 另一邊則寫著林洞宮 究竟哪一間廟 才有我們要找的九天玄女 和仙水呢 會是採訪車 先抵達的這間林洞宮嗎 九天玄女廟 九天玄女廟 是後面的這一間廟嗎 不是後面這一間 是上面那一間 才是九天玄女廟 朝主委者的方校望去 我們看到了九天玄女娘娘 幾個大字 看來那裡就是大家口中 有著鮮水的九天玄女廟了 趕快請主委帶路 一起去參拜九天玄女吧 那我們現在要上去參拜 九天玄女娘娘 要怎麼到達那間廟 那你要走階梯上去 有六百七十九階的階梯上去 你要拿鮮水 這邊店家有賣水壺 可以這邊買水壺上去裝鮮水 主委這麼一說 我們才發現 旁邊店家真的擺滿了 五顏六色的各式水瓶 九天玄女廟裡的鮮水 難道有什麼廟用嗎 你這些水瓶 您是讓人家買了上去求鮮水的嗎 是的 這個鮮水已經很久了 大概四五十年前了 但是這個鮮水 可以讓人家吃品啊 也可以治病 但是要先給他拜拜 然後滑灰才可以帶回去 這樣比較好 平常的話 也很多人來爬山或帶鮮水 那假日的話 非常多人來這邊拜拜 跟求鮮水帶回去 聽店家大哥說得如此神奇 我們實在是迫不及待要上鮮山 來向九天玄女求鮮水了 只是這鮮水那麼容易求啊 別忘了主委剛才告訴我們的 得爬679個階梯 才能夠抵達九天玄女廟 明國二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一戶人家 他姓蕭 蕭青天 那時候呢 整家人都傳染逆籍 九天玄女就偷夢給他 就在這山上 有一個山泉水 還有鮮泥 可以治病 結果他就上來這邊 就這樣醫好了 這鮮水那麼容易求啊 別忘了主委剛才告訴我們的 得爬679個階梯 才能夠抵達九天玄女廟 扛著攝影器材 爬著六百多階的樓梯 真的是考驗耐力和體力 主委打區的告訴我們 有階梯爬算輕鬆了 早期鮮明要上山參拜九天玄女 哪有那麼容易 早期是沒有樓梯的 是一個小路而已 後來因為九天玄女娘 在這邊發跡了 所以我們這些村民呢 才把這個十階鋪一條小十階 不是現在那麼大的 以前是一階而已 現在是兩階合併嘛 主委告訴我們 採訪這天不是假日 所以上山參拜的信眾還不算多 這讓我們忍不住好奇 既然前來參拜的人潮這麼多 廟房難道沒有想過 另聘一條新路 方便信眾開車上山嗎 我們有跟九天玄女娘 滑坡過了 他說不行 滑坡坡 是他要讓這些信眾 上去求鮮水呢 要有誠意 自己走上去 還是這樣子的 其實這樣慢慢走 一步步登上仙山 累的時候就停下來欣賞周圍美景 六百多個階梯 不知不覺也就爬完了 傳說中有著鮮水的九天玄女廟 就在眼前囉 位於海拔七百多公尺的九天玄女廟 空氣超級清新 天氣晴朗的時候 山下美景一覽無遺 陰天時雲目繚繞 整座廟宇籠罩在浩浩雲海中 美不勝收 不過這景色雖美 卻也讓我們不禁好奇了起來 為什麼當初會在交通 如此不方便的山上 建廟供奉九天玄女呢 奇妙的故事就發生在八十多年前 民國二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一戶人家 他姓蕭 蕭新天 因為那時候人家都傳染逆急 因為那時候都住在山上 往外面就醫不方便 所以八月十五號 中秋天玄女廟就偷夢給他 住在這山上 有一個山泉水 還有仙泥 可以治病 結果他就上來這邊 如果就喝這邊鮮水跟鮮泥 去抹傷口 就這樣醫好了 傳出去就 街坊靈靈就知道了 他說大家來的時候 每地方拜 就是第一個十杯 就供奉九天玄女在那邊 就給人家參拜 來這邊起鮮水 所以他由來就是這樣 八十多年前 交通不便 鮮明只能夠運用人力 將建材運到了仙山上 一磚一瓦的為九天玄女蓋廟 廟名定為邪陵宮 正中央供奉的九天玄女神尊 就是當初建廟時 雕塑的第一尊神尊 龍邊供奉九蓮菩薩 湖邊供奉普賢菩薩 信徒們為九天玄女建廟的誠心 令人感動 然而這也讓我們好奇起來 九天玄女究竟是何方神聖 這位女神的信仰 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九天玄女我們是上古文化 出來的一個神明 她是個上古女仙 那在這個 《山海經的西山經》裡面 有記載到 有一種神人 他是人面鳥生的 這應該是九天玄女 最早出現的一個樣子 在《山海經的西山經》裡面 講到說有這樣子的一種神物 或者是神鳥或者是神明這樣子 那一直到後來大概就是 整個這個神話傳說的這個融合之後 我們講到這個 姚石金母就是西王母 西王母呢 她的頭上呢 有三隻的這個鳥 作為她的裝飾 那九天玄女就是呢 因為玄就是青色嘛 深青色 玄鳥 作為西王母的呢 傳遞的這個使者 這個是九天玄女 她最原始的一個故事型這樣子 她從九天玄鳥變成 九天玄女喔 其實這是有個過程的 她也有另外一個名稱叫 九天 九天任女 不叫玄女任 就是 甲乙秉秉物己更新 人鬼的人 因為人呢 在這個八卦裡面排呢 屬第九 第九屬玄 玄色 所以她就是玄鳥 玄女 那她這個傳說 基本上她開始進入這個神明體系裡面呢 大概就是在這個 杜光廷的五代 唐朝五代 杜光廷的雍臣集仙錄裡面 她講到了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神 那在道教的雲集期間裡面也講到 九天玄女皇帝之師 聖母元君之弟子 那這邊的聖母元君喔 我們可以理解為就是西王金母的弟子 然後她是皇帝的師父 然後九天玄女同時是皇帝的師父 也是聖母元君的弟子 所以導致這個九天玄女信仰呢 開始普傳到這個民間喔 她作為很多行業的守護者之外呢 也作為信眾啊 對於疾病啊 的一種祈求 像台灣有一些九天玄女 她會視於這個仙丹啊 仙水仙泥這種 這種概念喔 其實跟九天玄女原生出來 她治病 消除這種惡難 跟這種瘟疫的這種形態 有很大的關聯 專家的解說 鄭巧和協靈宮九天玄女 託夢次仙水和仙泥的傳說不謀而合 這也讓我們更迫不及待 要見到傳說中 能夠幫助信眾恢復健康的仙水了 最後面這座是仙水亭 九天玄女在這邊發跡的時候 她發跡就說 這些仙水可以治病 因為這些仙水呢 以前在山上 因為這些仙中 人多了 要起 起來不易啊 還有 你多人來起 你沒有那麼多仙水啊 所以才會做 蓋這個仙水亭 把水引下來 在仙水亭 讓人家裝是這樣子的 你到這一邊來的時候 你就點鄉拜拜 叫九天玄娘娘去拔杯 說你的情況是怎樣 把有勝杯 你就來這邊起仙水回去喝這樣 這邊的仙水已經癒好很多人了 所以台灣省各地的信徒 就是來這邊起這杯仙水是這樣 還有我們這邊仙水呢 是乾旱其實也不會斷的 它一直都是 整年度都有 自發肌開始就不曾干涸的仙水 每天都吸引了不少信眾前來 向九天玄女求起仙水 參拜前要爬到六百多層階梯 再加上九天玄女加持過的仙水 讓邪陵宮即使是地處深山 仍舊生命遠過 而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道教有許多科儀 都必須恭請九天玄女才能夠進行 我們道教常在進行科儀當中 會供給到九天玄女的這個部分 有沁塵蟹土 還有開光點眼 就以沁塵蟹土這個部分 沁塵蟹土的部分 我們要用到螺盤 九天玄女發明了螺盤 就是方向的這個部分 有這個方向的部分 螺盤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性 在沁塵蟹土當中 螺盤來分針定線 所以在沁塵蟹土的科儀當中 我們供請九天玄女來組法螺盤 讓沁塵蟹土的這個科儀部分 能更大的感應跟有一個 極大的一個效果 那就是開光點眼 開光點眼我們所知 開光點眼要去攻擊的這個激冠蟹 激冠蟹這個就是以九天玄女 它價錢的九鳳鳥 來勝化這隻攻擊 取了激冠蟹之後 開光點眼讓這個神尊人 大顯神威 大顯威靈 九天玄女的神通廣大 還不止如此喔 道長告訴我們 九天玄女原來還可以幫信眾改運 這運要怎麼改 又為什麼要攻擊九天玄女呢 因為人的運勢 有時候會比較低沉 運勢比較不順 然後我們在蓋這個魂 是蓋一魂跟一魄 讓我們本身的運勢 會保持一個比較平順跟好的狀況 因為九天玄女它是一個 法派的主神之一 所以我們晉級這個法派當中 我們會恭喜到九天玄女來主法 道長告訴我們 九天玄女原來還可以幫信眾改運耶 這運要怎麼改 又為什麼要攻擊九天玄女呢 我們在另外一法的話 我們會用衍生蓋魂 衍生蓋魂的當中 有很多的咒語跟符咒 有九天玄女的這個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們在蓋魂當中 有很多的法 因為九天玄女它是一個 法派的主神之一 所以我們晉級這個法派當中 我們會恭喜到九天玄女來主法 讓這個法能更威靈 能更感應 因為人的運勢 有時候會比較低沉 運勢比較不順 然後我們在蓋這個魂 是蓋一魂跟一魂 就是說 讓我們這個魂魂魂 另外一種方式來轉換 就像一個金鐘罩 照住我們本身 讓這些外魂還是說不好的東西 要來入侵我們的這個部分 會讓我們蓋完魂之後 讓它無法來入侵 讓我們本身的運勢 會保持一個 比較平順跟好的狀況 抗魂 可以說是道教祈福 最蓋的科醫中最通俗的 效果如何或許見仁見智 但在道教裡 九天玄女的崇高地位 絕對是不容置疑 除了王母娘娘和九天玄女 這對女神師徒黨 仙界還有一對男神師徒黨 傳奇故事也不少 那就是寶生大帝和飛天大聖 寶生大帝我們常聽到 但飛天大聖 這就真的比較少見了吧 為什麼會說 他們也是師徒關係呢 傳說這個 飛天大聖 當然是寶生大帝的學神 因為寶生大帝在陽世的時候 在人間的時候 他就是醫神 他主要傳達這個 醫學知識跟醫藥技術 那這個飛天大聖 就跟著寶生大帝一起去行醫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之後 然後後來寶生大帝也 有這種跟什麼 診脈的這個故事 然後飛天大聖呢 也是跟他一起完成這些事情 當然後來 個人有個人的信仰 不過他們這個師徒關係 還是存在 寶生大帝是早期 同安人的移民信仰 隨同安縣移民遷徙來台之後 也成為了台灣民間的 重要信仰之一 而據說全台灣最大的寶生大帝廟 位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區 一個叫做大龍洞的地方 清代乾隆初年 同安籍移民入肯台北大龍洞地區 由於水土不符 帳力四起 所以返回故里 白礁慈濟宮 分領寶生大帝神像來台灣 乾隆七年的時候呢 就有一批的同安人來到這裡囉 然後他們也在這邊 蓋了一個所謂的草廟 那再經過了這個四十年間的 這個三代人的努力呢 到了乾隆 這個二十一年的時候呢 就當時就蓋了一個 比較大型的廟 那當時的廟是 是朝 做東朝西朝著原鄉的方向 也朝著所謂淡水河的方向 道光十年這個時候呢 保安宮呢 他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動 他的廟呢 從做東朝西呢 變成了所謂的做北朝南這個方向 做為一個帝王級的一個格局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的這個坐像 事實上是在嘉慶 那個十年到道光十年 這二十五年間呢完成的 在清朝嘉慶年間 泉州同安人在大龍洞 開設四十四間瓦店 因而形成俗稱四十四坎的街道 而大龍洞保安宮 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發展的 如今大龍洞保安宮 已經從地方宮廟轉型為集宗教文化 教育藝術與一生的廟宇 坐鎮百餘年的保生大帝 也是不少信眾的心靈寄託 而這位我們常聽到的神明 原來在歷史上 早已經有不少他的傳奇事蹟了 保生大帝在歷史上真的是有奇人 他是北宋的人 他又叫大刀公或者是那個無真人 那他出生在北宋太平真軍四年的時候 然後他從小非常的聰明 也很喜歡讀書 那尤其是對於這個中醫的奇皇之術 非常有研究 所以他到處採草 救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們大家都叫他伊神 是保生大帝 他姓吳 他名叫韜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神醫 然後他在58歲的時候那一年 一群仙賀來接他 他終於語化成仙 從此他就以神蹟來救了 我們後面後世的世人 民間流長了相當多 保生大帝成神之後 顯靈救人的神蹟 且不論病患身分尊貴還是貧窮 保生大帝皆一世同仁醫治 其中有一個相當知名的傳說 相傳在名稱祖的時候 他的皇后叫文皇后 他當時患了乳籍 所以他就找了很多天下的名師 來幫他醫治 可是非常困難的是 找不到這樣的醫生來幫他救治 後來他做夢 夢見了有一位神仙過來幫他把脈 但是皇后他把脈 尤其又是乳房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 所以他用一條絲線去把了他的脈 然後甚至於用這樣的絲線 來幫他治療他的乳疾 讓他這個乳疾能夠痊癒 這個概念其實就跟我們現在所謂的遠距醫療 或者是說我們的微創手術其實是相同的概念 我是覺得我當在那個年代 竟然我們的保生大帝已經運用得到現在的科技 在明成祖的時候事實上就適封了他叫萬獸無疾寶生大帝這樣的稱號 所以從此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叫寶生大帝的這樣一個尊稱 一般寶生大帝廟都會配似江仙官 張聖者 還有寶生大帝的角力 黑虎將軍 而大龍洞寶安宮 則是配似三十六神將 我們寶安宮的正殿之寶就是這三十六官將 他是有一位泉州的師父叫許妍 他在道光年間做的 他是非常漂亮的一個神尊 那三十六官將他的這個故事 其實都跟懸念上帝有關 這個故事很有趣 懸念上帝他有兩個步將 一個是蛇將 一個是龜將 這兩個有時候會不聽話 那懸念大帝想要制服他 想要收服他的時候 他手邊的武器好像覺得不夠用 他就來跟我們寶生大帝借他的寶劍 寶生大帝的寶劍是非常好的 那寶生大帝當然看在說救護昌生的這個狀況下 他當然是允諾懸念上帝跟他借寶劍 可是他又擔心懸念上帝借的不緩 所以他就跟懸念上帝說 那你三十六官將就留下來陪我吧 暫時來陪我一下 等你把這個寶劍使用完歸還了以後 我再把神像歸還給你 但是懸念上帝可能覺得這個寶劍非常好用 可愛想要留在身邊或者忘記了 所以也相對的三十六官將就一直陪在 我們寶生大帝的旁邊 一直到今天 身為師父的寶生大帝以醫術高超著稱 那麼身為徒弟的飛天大聖 擅長的是什麼呢 我們前往了這間主寺飛天大聖的廟宇 一探究竟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 那可能跟先生這邊 就是可能在小孩的教育裡面上面 會有一些摩擦 那我來到老周這邊 他第一句話告訴我的就是說 他覺得我非常的委屈 他也覺得我很辛苦 那他當然也有講說 他可以幫我就是可能做一些化解之類的 後來就是轉念之後 我的想法會覺得說 可以把重心放在小孩的身上 先生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隨著小孩 越來越大的時候 再慢慢的溝通 那我相信狀況一定會越來越好 身為師父的寶生大帝以醫術高超著稱 那麼身為徒弟的飛天大聖 擅長的是什麼呢 我們前往了這間主寺飛天大聖的廟宇 一攤就近 我們天地宮 福塞的主寺是飛天大聖 大家都穿給牠叫老祖 他生長 他生長 他生長之後 大家穿給牠叫信仲 信仲在送條的年間 鳳梯老母 他打鼻很嚴重 泰宇都不在地獄 他不在地獄 他就是寶生大帝 和我們姓者 當年的當世入宮 將太后的旁 給牠餘好 寶生大帝 它是附近看邊的 我們姓者 它是附近萬超友的 我們姓者 萬超友的速度 是附近 走到爬 就像我們國父常說的 極糟如飛 所以鳳梯宋 跟鐵鳳梯 飛天大聖 也就是友情 這間天德溝 位在了台北一個叫做 嘎拉的地方 這個獨特的地名 是南萬華的古地名 我們熟悉的萬華 其實分為三大區塊 北萬華是西門町 中萬華就是常聽到的邦嘎 南萬華則是天德宮 所處的嘎拉 而當初飛天大聖 是如何來到嘎拉這裡 成為信眾遵從的老奏呢 聽了一輩子說 兩三百多年以前 有飛天大聖 和西門町 補青台 是坐港旁幫族 附近這個蚵水糕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海峽 嫁來台灣 又在嘎拉這個地方 就知道他頂居裡的 早期老祖的嫁來台灣 都是五角頭在論的 他的第七人的旗星 是正宜先生 有說 他做他的旗星有七十年 那麼久了 早期要問書 要求聖 都是一手 請到老祖 帶到腳踏車 平常都躲在後面 四歲去問書 求聖 他的平常是很厲害 也是很靈感的 看是要找人 人家搬起 車搬起 要問身體 要求公民 要求科技 都可以 萬萬特性 都要求必應 在信仲心目中 有求必應的老奏 來台超過百餘年的時間 卻一直到四十多年前 才開始蓋廟 主委說 這都是因為老奏 只想留在嘎拉守護中民 所以建廟大業 遲遲無法完成 因為老祖他早期 他是在嘎拉這個地方 頂居的 所以寶寶要 駕父 還有很多土地 讓他去廟 他也沒有 民國五十七年 因為老祖都沒有一個 固定的地方 暫時放在旗星的家裡 去救世 老祖他很瘋 尤其民國六十八年 因為他為了要救更多的人 有一個更加重的廟 所以他犯了旗星 蓋廟的事情 我聽到老祖說 他蓋廟的當中 一次彈禮說 信仲有附在這間廟裡 好奇的都沒有送到人 老祖他蓋廟裡有說 這就是要進化這個土地 第七任雞生徐老先生 捐出自家用地 再加上居民們出錢 出力蓋廟 原本只能夠四處淪似的老祖 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在信仲的心裡 天德宮的老祖 不只是能夠解決 健康問題的醫神 也是溫暖的長者 指引迷失方向的信徒 找到正確人生道路 我是一個全職媽媽 對 那其實當初 在家裡的時候 因為就是要24小時 就是照顧小孩 那可能跟先生這邊 就是可能在小孩的教育裡面上面 對 就是會有一些摩擦 對 那其實我覺得 就是除了身心上面的 覺得很累之外 那可能先生這邊用不諒解 那讓我那時候覺得 有點迷失方向 對 所以那時候 因為剛好家裡的人 住這附近 那就講說老祖這邊 可以來問事 那我就想說 那就來試試看這樣 我來到老祖這邊 我覺得他第一句話告訴我的就是說 他覺得我非常的委屈 他也覺得我很辛苦 對 我覺得是因為 這樣的一句話 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他當然也有講說 他可以幫我就是 可能做一些化解之類的 對 那我其實 後來回去想了之後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轉念很重要 對 那我後來就是轉念之後 我的想法會覺得說 我可以把我的重心 放在小孩的身上 那先生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會隨著小孩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對 那再慢慢的溝通 那我相信狀況一定會 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 藉由神明的力量之外 我覺得自己也要努力 而不是說 我就是反正我來 然後我什麼都不做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 可能老祖的幫助之類的 沒有想到老祖 不只照顧信眾的身體 就連信眾的心理問題 也慈悲地給予指引 而要說到 天德公老祖的傳奇 就不得不提到幾年前 他突然指派的正向任務 差不多三年前 老祖他出界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說 他要去白玉山 從聽到這個消息 是稍微害怕 因為這是以前五百歲 他只是說要點報索 彈到報索 就來很多人 都要跟老祖去白玉山 我們就按中間就是 要一個一個一個 給老祖的民情 要半杯 連運三杯 就是老祖他要找 要跟他去白玉山 的優言 飛天大聖老祖這尊神 其實在很多年前 他渡海來台之後 他救世的心願 非常非常的堅定 他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 他說 他救世 要救青春 一道黑魔這麼多 所以他救世的這個願望 是非常篤定的 這個願望 算是已經圓滿了 於是他要再發行完 他再發一個心願 他要親自組一個 他天德宮的登山團隊 帶領這個團隊 上玉山 親自跟玉帝禀報 這個術文 他要再發心願 再繼續救世 要帶著神尊登上海拔近 四千公尺的玉山 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通過三個聖杯考驗的登山團員 得先進行圍棋一年半的山訓 這次玉山行共同參與的友公 還有一樣是主寺飛天大聖的 台中統心宮 而登山團隊中 最讓大家驚奇的 就是這位老奏指定的神教授 這位老奏指定的神教授 我的名字是 他會帶我去這個祖堂 每個人在祖堂 都非常歡迎 非常敬虧 所以我一直覺得 非常平安 身為台灣女婿的Steven 原本只是跟著岳父和太太 到天德宮拜拜 沒想到老奏指派廟方 登玉山的任務之後 又指名要Steven 背著神尊上玉山 聽到這個消息的他 一開始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非常開心 參加團隊 但當隊員說 我選擇 拉奏 我非常驚訝 但我認為 這是一個享受 因為 我猜 沒有很多人 從外面 都做過 所以我當隊員 都很享受 跟著同一個團隊 當我們在訓練 當我們在訓練 我得到的機會 找到人們 從台灣 但 在這次的旅程 到烏山 有很多 特別的事 很多人 很多人 會通過 他們說 你好 怎麼 然後問 誰的神 是 然後 一位女士 她說 同樣 同樣 然後 我感覺到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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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她的 她的 所以 我快速 我跳回 然後 她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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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 Steven 和 飛天大士的奇遇 讓我們 見識到了 神明的大愛 是不分國界種族 不管在仙界 是什麼輩分 他們忽悠信眾的心 絕對都是一樣的 千年前 信仰開始流傳時 是如此 好幾個千年後 也永恆不變 發展